好 这主播为您关心杭州亚运的最新赛况 来关心到今天是中华女累队的第一场比赛 那这样比赛呢 我们队上的是实力比较弱的新加坡 那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中华女累是轻松协议啊 最后是12比0呢 提前口斗了新加坡的女累队 我们来听听稍早之前 教练跟选手的访问 我们的目击去已经击去三年了 所以今天正式要亚运开打 所以大家都真的是兴奋 胜过于几张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表现得不错 我觉得这一次自己在亚运的备战状况 挑战得还不错 在接球传球的稳定性都有提高 并且在打击上就是会以打准球点为主 我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这部分也做得还蛮好的 然后在面对新加坡的比赛 我觉得自己调整要去备战的就是 在接球的时候都能够表现失误 并且传球可以稳定 好 那可以看到女累队是旗开得胜的 那今年的目标当然就是以夺金为最大的重点 最大的对手当然就是日本队了 那包含到棒球这边可以看到 画面上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 他们自己棒鞋协调的场地来进行练习 那当然教练也说到了 在这个最后几天的时间 就是希望能够让旅外跟职业选手 趁这段时间赶快地进行磨合 也希望这一次能够继上次 击败韩国队演出大惊奇 更是希望能够复制2006年杜哈亚运 夺金的荣耀瞬间 以上是TBS新闻在杭州的连线报导 将镜头还给蓬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